第三个知识点呢 讲完了国有土地了 就讲谁呢 讲集体的土地的建设使用 注意这个标题就告诉你了 在集体的土地上 你要是用于农业生产 继续用于种植业养殖业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就是你改变了这集体土地的用途 因为集体的土地主要是用于农用的 农村的建设 但是你如果在集体的土地叫建设 这个所谓的建设什么 也是要盖建筑物 所以它叫建设用地了 这个时候有什么要求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叫农用地 转为什么建设用地了 就你彻底改变了这个土地的用途了 因为你原来要农用地 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建设的 种菜呀种粮食 那你现在上面不种粮食了 你种成房子了 这就叫建设用地 它要严格审批的 看好吗 具体这个审批报谁来批 我们看第一 永久的基本农田 本来这个农田是属于永久的 结果你把它盖成房子 想这一定得经国务院批 这就我们经常在新闻联邦里经常说的 一定要守住工地的红线 太重要了 所以这几年呢 大家看由于房地产炒得很热 所以于是就会出现很多 原来都是一些很好的稻子啊 种稻子的稻田呢 种粮食的一些农用地啊 都盖成房子了 这样的话你都盖成房子了 你都不种粮食了 中国的人口14亿多呀 这样的话你剩下那些耕地盖房子 你都满足不了老百姓的这温饱啊 所以中国要是闹粮荒 那可了不得呀 那人口太多了 听懂吗 所以一定要守住工县 所以你把基本永久的基本农田 结果你都改成了种房子了 那绝对是国务院严格要批的 第二个 在土地的规划之内 确定的城市 村庄 集镇上 如果建设用地的规模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在一些个集镇呢 城市一些郊区啊 村庄啊 这些一定必须要在我们国家的 总体规划范围内可以建设 也就是说每个城市啊 它都有一个集体的城市规划 在这规划之内的 你可以由原来种粮食的 变成种房子的 它必须是有一个规划的啊 把永久的基本农田以外的 这些农用地 只要是转为建设用地的 当时是谁批你的 您就由原批准机关 继续来报批 就可以 就是您当时拿这些个农用地的时候 是谁批你的 那你转成建设用地时 还得报原批准部门批 所以一定要经过审批这道程序 因为你改变了农地的性质 好吗 好 这一点 在整个的规划之内 确定的这些个建筑用地规模范围以外的 已经超出了规划范围以外的啊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由国务院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 这才可以 所以说你要是在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 如果转成了建设用地 而且还不在那个城市总体规划范围之内的 这种情况必须得包庇 好了 这个大家要清楚 然后呢 今年要注意的是 重新修订以后的土地管理法里面 有明确规定 在这个总体规划范围内 允许把这农用地变成工业 变成商业这些用途时 一定要登记 一定要依法登记 要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的建设用地 就是说在总体规划之内 哎呦 有必要把这块的地原来是种稻子的 现在必须要盖成工厂了 这种情况下要依法登记 所以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 出租的这些方式交给单位个人来用 这个是一定要签书面合同 要上面明确说土地的介质 从哪到哪 面积多少 动工的期限 使用期限 用途干什么 规划的条件 双方的权利利用 必须签合同 然后拿到有关部门 必须得要办登记的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这个经营性的用地 发生了出租的 注意 一定要经过 本集体组织成员的 村民会议的多少 三分之二的读书 或者是三分之二的村民代表 必须同意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前面讲的集体的地往往就是归谁 是全体农民所有的 只是代表机关是由这个集体经济组织 所以这个地能不能够把它改变用途 得农民说了算 所以农民怎么说算了呢 要么就是由村民委员会 大家举手表局 三分之二 要么就是村民代表 三分之二同意了 才能改变性质 得经过大家农民同意才行 第三 通过出让方式 获得的这个集体的这个土地 可以转让 互换出租赠予抵押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出外 知道吗 所以凡是以这种方式 拿到了这个集体的土地 然后你用于建设经营了 是完全可以交易的 前提是用出让方式获得的 这个集体的建设用地 转让 互换 出资 投资入股 都可以的 好了 这就是呢 第三 第四 这个集体的这个建设用地出租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还有它的最高年限 互换转让等等 都参照国有建设用地来执行 期限也是根据土地用局 70年啊 50年啊 40年的 这些就都比照着 国有土地走就可以了 好了 关于土地管理法的这个规定里面 大家主要就把这几条 简单知道一下 需要不需要报拼啊 对不对 期限多长时间呢 哎 这些 大家简单了解 组织这一块 除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外 这个集体所有的土地上 如果也变成建设用地的 比照着国有土地来走 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整个这一节 特别简单 这一节主要讲的就是用意物权 知道吗 而这个用意物权呢 还就围绕着土地这一块讲 还就讲使用权 不讲宅基地的使用权 也不讲承包经营权 就讲建设用地使用权 好吗 好了 这样整个这一节 我们这一节应该正常情况下 就是考在单选多选亭里 所以大家呢 把该刷的题刷着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整个我们第四节就完成了啊 第四节都讲完了 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总结 大家在学完了第四节 它叫用意物权的情况下 那我们整个围绕着是物权当中的 限制物权中的一种叫用意物权 学完了咱有浅入深 大家要理解的地方是什么 只要一说到用意物权 我们第一点要清楚的地方 它是基于不动产而拥有的一项权力 也可能是动产 而且这个不动产是建立在谁呢 不是自己的 是他人的不动产上 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动产上 你拥有的是什么权呢 你有占有 你有使用 甚至可以获得收益的权利 我们把这样的权利就叫用意物权 然后紧接着再来看 基于在别人的不动产上 您可以获得的是哪些用意物权呢 是法定的 是法定的 能够行使的权利 一 建设用地使用权 就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看见了吗 集体的土地呢 你就是有承包权 你有宅基地的使用权 这都是集体的土地所有的 你拥有的是这样的权利 然后你还享有的叫居住权 你是别人的房子 但是你可以享有占有使用 最后是第一权 所以学完了这一节 至少应该得知道哪些权利属于用意物权 这是第二步 这些用意物权的共同点是什么 都是建立在别人不动产之上 而行使的权利 紧接着 当我们在获得这些用意物权时候 取得的原则是不一样的 如何来取得呢 取得的原则 大家要分门别类 在这五个当中里面 一定记住 有两个实行的是 当即生效主义 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跟居住权 所以这两个用意物权 不是从合同生效时去登 一定是当即时才能取得 而剩下的土地承包 宅基地和地义权呢 实行的叫登记 对抗主义 自合同一生效 它就可以取得 所以不同的用意物权 咱们学完一定要清楚 它取得的原则是不一样的 OK 这就清楚了 在这大方向清楚了 我们下面展开 重点就专门讲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 一说建设用地使用权 俗称就叫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知道吗 好 所以在国有的这个土地上 给了你使用权的话 那我们就由浅入深 首先您在获得这个国家这块地的使用权的时候 您是如何取得这个土地使用权的 取得的方式一定要清楚 都是国家的地啊 但是怎么取得这个使用权呢 这个土地我们国家是分两级市场 您是从一级市场来取得的 您还是从二级市场来取得的 这个学完了一定得清楚 我们的国有土地是分两级市场 所谓的一级市场 您就是从哪取得的 是从国家那取得的 国家把这块地给了你使用者 那叫一级市场 这个一级市场 国家在给你的时 再进一步的展开 展开什么 你用两种方式 一种国家把这个地是无偿的给你的 那叫化波 一种方式是有偿给你的 但是有偿只一定叫出让 不能该叫转让 这是我们学完了 一定要清楚 当你从国家那儿取得这使用权的时候 也可能就是无偿就能获得 所以下面选择题要清楚 哪些情况下 你是可以无偿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它适用的情形都哪些 国家机关取得的地 军事上面的用地 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用地 用于这个 这个重点的一些能源交通类的 这些项目的用地 用于公益事业的用地 都是无偿的 这个大家清楚 逃去这些特殊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都应该是以出让方式而获得的 注意是叫出让 所谓的出让就是通过有偿方式 而这种在出让的过程中 往往是要通过什么呢 叫招标 拍卖 招拍挂的方式 国家把这块地要有偿的 给土地使用者 所以它具体的这种出让的方式 就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 这是呢 在一级市场取得使用权的两种方式 所以我们的重中之重 就都在出让这种方式了 当你从国家那拿到这个地 尽管是交给国家了出让金了 拿到完之后 下一步一定要清楚 拿完了在你这个持有期间之内 可不可以转让你这个房地产 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地之后 如果经过了开发 这样将开发的房地产 可不可以转让出去 如果你从国家那有偿获得的这个土地 经过了开发想转让的情况下 想把它转让出去 应该得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满足什么条件 它才允许你将这块地再转让 再转让不就进入二级市场吗 一定是大方向 所谓叫升地变成熟地 你转让时至少你已经给国家交完了 出让金把钱交齐了 拿到了土地的使用证 得拿到了证书得拿到了 最关键是 你至少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至少完成了25%以上的开发程度 这种情况你才可以转让房地产 特别是下面告诉大家 不仅符合这些条件了 紧接着下一步 您就是符合这些条件 也禁止您转让 为什么禁止转让的情形 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你这个房地产本身 你每股国家交其出让金的时候 你不能转 这房子已经被查封扣押的 不能转 这房子全署还有争议的 这是不能转 所以大家在把禁止转让的情形 一定要知道 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转 即使符合条件了 什么情况下 它就不让你转 这些大家基本上明白了 明白了 下面开始再进一步来看 我不转让呢 那我拿到了这个使用权之后 我在上面就开始什么 我就要开始用于建设了 在建设过程当中 你是用意物权 所以要有期限的限制 它就会受到期限的限制了 那么这个期限是多长时间呢 学完了 大家一定记住70年的和40年的 您记住就行了 剩下甩下都是50年的 用于住宅的就是70年 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就是40年 剩下的都是50年 所以这个期限一定要看好 这就是一步 再下一步呢 由于有期限问题 所以到了期限借满了 怎么办呢 期限借满的情况下 那如何来处理 是否就可以自动再接着使用呢 这时又接着分 就要看您这块地 是属于非住宅用地 还是属于住宅用地 这差别就大了 当同样期限借满 这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一定要清楚 第一个 是否应该要申请续期 需要不需要接着申请续期 两者不一样 非住宅一定要期满前的一年内 得主动向审批机关申请续期去 还得经过批准以后才能用 住宅就不需要申请续期 自动续期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国家收回不收回不一样 如果非住宅 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 它是可以收回的 但是住宅绝对不会有收回的问题 第三个是 还交不交费用 不一样 非住宅 允许你续期了 接着给国家交出让金 你住宅不需要交费的 你看看 差别很大 这就是整个这一级 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我们通常就叫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取得的原则呀 取得的方式啊 这些具体的规定 大家看好就行了 至于说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大家大方向记住 比照国有土地 就行了 好吗 好了 这就是整个的用意物权 这些都是基本上出单选和多选题的 所以大家掌握好 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 这就是呢 第四集 我们就掌握这么多 下面就记录到本章最难最难的 叫担保物权 这一节基本上告诉大家 大方向 一定会结合第四章的合同法律制度 跟下一章 一定要连续来出什么题 出综合分析题 所以是要求大家最下功夫的 也是最难的 需要大家灵活应用的 就是这一节 担保担保 一定是叫拿什么来担保 拿动产不动产用物来担保 而给谁做担保呢 担保的就是 你们俩彼此之间 给债进行做担保 而这个债主要产生的原因 是基于合同产生的债 所以他一定会跟第四章的合同 连起来靠 好吗 好 所以这一块分析题 一定要看好 讲的都是物来担保 那么作为这债权拥有的 就是物权了 你如果同样给债来进行 担保 但你没有用物来担保 他就不叫物权了 他就正常的普通的债权了 所以说到这时候 先要简单的做一个铺垫 我们从这开始 因为都是讲担保问题 都是讲担保 所以随着民法典出台之后 我们原来的担保法就作废了 现在通通都纳入到民法典当中来规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给债 基于债给他来做担保 这个担保的方式有三大类 第一类拿什么来给债做担保呢 是用物来进行担保 这个物可以是动产 也可以是不动产 这是一种担保方式 提供的是物的担保 第二种方式呢 提供的是钱的担保 用钱来给这债做担保 看见了吗 第三种是什么 用人来担保 当然了这不是纯粹的人啊 所谓的这个人 其实理解成就是拿信誉来进行担保 所以不同的担保方式呢 一定要知道产生的权力不一样 当如果拿物来给这债做担保的 影响到是什么呢 将来债权人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有财产担保的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知道吗 这时候债权人拥有的就不是普通债权了 因为你是一个由物来担保的 你就叫担保物权人 这个担保的物权人表现为什么 你可能是抵押权人 他拿东西押给你了 做担保 也可能是治权人 那就是说对方拿这个什么呢 拿这个动产质押给你了 你就属于治权 也有可能你直接依法有的是留置这个物 你就叫留置权 这些大家看统称就叫担保物权 只要拿物来担保 实际上意味什么 意味着这个法律就赋予你这债权人 拥有的是担保物权 但是你拿钱也好 拿人来做担保的话 这个钱就是我们后面在合同法这一章里面讲的 就是交定金 你用所谓人来担保 也就是信用担保 提供的就叫保证 对不对 就是提供保证人 而这两种同样是给债来提供担保 尽管担保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债权人 是拥有物权吗 没有物权 你们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债权 为什么没有物 你没拿物来担保 所以拥有的就不是物权 所以担保物权 它不也属于物权吗 所以呢 大家先把这架子立起来 就是如果给债来做担保 你担保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拥有的权力不一样 你只有拿物来给债做担保的 才会产生的是担保物权 你用钱用人性来担保的话 它不产生物权 它就是普通的债权 它就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率 好吗 这个大方向看好 然后看完了 凡是物来担保的话 它就放到了民法典当中的物权这一边了 凡是用钱和这个人来进行担保的 它就不放在物权边里面了 知道吗 它就放在普通的债权边 合同边里了 所以它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原来民法典没有出台之前呢 这个就放在了物权法里 这个钱保和人保就放在担保法里 但是现在随着担保法已经作废了 所以就放在民法典当中 好了 这就是普通 那我们下面重中之重 就是来讲物的担保 因为只有用物来担保 拥有的叫担保物权 它的担保物权什么意思 效率最高 所以大家学完了这个担保以后呢 不同的担保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最终最大的一个区别 看出来了吗 它们担保的效率 高低是不一样的 学会了你就知道尽可能用哪种 在三类担保方式中 哪个担保效率是最强 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是最强的 因为它有对抗第三人的效率 它属于对视权 而你钱保和人保效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要对三类担保方式里面 物的担保效率 远远高于钱保和人保 这个学会以后才能教会你 今后给债来做担保的时候 要想确保将来自己的债权 不至于受损失 尽量让对方提供物保 不要让他提供保证人啊 什么钱保那都不靠谱 你让他提供一个保证人了 回头你会发现 你那钱你钱还没破产了 保证人先破了 那不很正常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学好了 大家清楚 好下面我们就来重点看第五节 内容是最多的 知道吗 这一节需要大家要重点掌握的是 下面几点 背的东西几乎没有 一定要求大家要理解学透 这一节一定要求真的得要吃透了 而且还要活用 这是高 要求比较高 就不是死尽硬背了 第一点要清楚 讲担保物权先把特点搞明白了 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第二个 讲到担保物权时 一定要知道适用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路 诉讼时效适用不适用在担保物权里 这又跟诉讼时效聊起来了 第三个就讲到了我们的抵押 在担保物权里如果是行使抵押权的话 抵押物的范围 哪些让压 哪些不让压 不是所有的物都能拿来抵押 而且让压的情况下 需要不需要办登记 你的抵押权取得的时间是登记时取得 是商校主义还是对抗主义 然后抵押期间之内 已经设定担保的物让不让转让 如果让转让要求是什么 最后如果一旦发现 对方债务人不能清偿你债务时 你这个抵押权怎么去实现 知道吗 然后如果抵押物是一个特别特殊的 是动产抵押 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则 特殊的规则 所以我们看出来 在分析题容易考的地方 看出来了吗 从这开始 四五六七 都是我们活学活用 作为分析题 大家来准备的 一定把四五六七要用活一点 要真吃透了 多做案例分析题去 好吗 好 第八是动产里面有浮动抵押 它跟这个最高额的抵押 有什么区别 这个浮动 浮动的是什么 这个最高额 最高额是指的什么 这就是整个抵押 所以在担保物权里三种里 抵押权 治权和留置权里 我们不出意外 分析题保证是考在抵押权 那个治权和留置权 基本就作为客观题刷一刷就可以了 所以到了第八点为止 基本上讲的都是抵押权 那么到了第九呢 简单能知道治权 治权通常就叫治押 那么它也是担保物权 但是它是如何取得的 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交付时就能够取得 还是登记时取得 这要分清楚了 最后一种就是留置权 它比较特殊 留置权是在很个别的情况下来用 所以它成立的要件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效率 但是不管是留置权 还是治权 还是抵押权 都属于担保物权 它们都有优先的效率 这是共同点 好吗 所以这就是整个担保物权里面 我们最主要的 把精力都要放在抵押权上 治权和留置权 你就刷着题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整个这一节的重点 好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 来重点展开 讲这个知识点 首先先进入到第一个知识点 要大概知道担保物权有什么特点 担保物权什么特点 第一 带有从属性 隶属于什么 从属于债权 记住了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给债做担保 债存在了 它就存在 债权都不存在了 它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就带有从属性 它不能独立存在 第二个呢 它在行驶的时候 一定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 不是当然就能行驶 它不像用意物权 担保物权要想行使 一定建立在什么情况下 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当发生了你们约定要实现担保物权行使 你才能够行使这权利 如果说仅仅拿来做担保 但是对方人家没有不履行债务 这种情况下 你不需要行使这个权利 所以它是负有前提条件的 这就是第二性 负条件性 第三性呢 优先受偿心 我们之所以说用物来担保 它效率最高就体现在优先 也就是说当债务人 他不能够还你钱的情况下 你这个担保物权人 你直接就可以将这个担保物给它变现 变现以后的钱 优先用来 还给谁 还给你担保物权人 你会优于那些个无担保的普通债权人 你优先得到偿还 所以它这个优先受偿性呢 实际上最关键就是用在我们后面的 哪个法当中 你这学好了 就是用在破产法当中 这个债务人别说是不能还债了 他都已经资不抵债了 都会申请破产的情况下 资不抵债就意味着 他的资产已经不能还所有的债权人了 那么这些所有的债权人 是否大家都在一个顺序上来清偿啊 那因为每个债权人就不可能得到全额偿还 肯定都受损失了 这时候就要比拼了 比拼什么 如果在这些众多的债权人当中 其中有拿物来担保给你债权人的 你这时已经是一个担保物权人的话 你就会比其他债权人优先受偿 这是在清算他破产财产的时候 那个担保物首先在清偿时 一定先优先用来清偿给谁 以担保物权人 还完了最后都完了 不够的情况下再接着还给其他的债权人 够的情况下也是还给其他债权人 这时候你就相当于权额能得到偿还 那其他债权人不可能得到全额偿还 这就是差别 所以这个优先受偿一定要清理 所以担保物权就这么一个特点 好吗 这是一点 第四个 有的好多一些学员就不太好理解 什么叫不可分心 我们解释一下不可分 他说当主债权没有能得到全部的偿还 这种情况说我是债务人 我马老师欠您一百万 这时候我只还了您二十万 还有八十万没得到偿还 可是当时我在借您一百万的时候 我把我们家的房子就抵押给你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还了二十万了 还有八十万没还了 这时候抵押物不有房子吗 那您是否可以对我这房子的全部 就可以用来拍卖抵债 这就叫不可分心 这是你不能说 哎呀 那个呃 我已经还给你二十万了 我就差你八十万 那我当初是把这个房子用来给一百万做担保的 那我现在只差你八十万 那你只能对我房子当中百分之八十那一部分 你才能行使权利 那百分之二十我已经还你那一部分 你就不能行使物权了 有这么物具有不可分心 你不能房子趴一批批成二八呀 不可能 所以他结论就是 这个时候的债权人 你完全可以就物的全部 就可以行使担保物权 除非留置权人已经在你前头了 行使留置权了 这样的话 如果留置的财产是可分物的 那么留置财产的价值应该相当于欠债那一部分 他就不能留置全部了 我们只当后面可以不考虑留置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马老师欠你一百万 所以当时拿一个价值一百万的房子抵押给你了 结果在其中呢 我已经还了你二十万了 那个八十万我实在还不了了 我没钱了 这时候你要有权上法院来主张物权的话 你可以就多少来行使 你可以支配的是这个房子的全部 你就可以把这个房子要求全部拍卖 只是拍卖的价款里面 你可以拿八十万总 但这时你不能说 不能够对这房子的全部来行使权利 那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第一个 听懂了 第二个 是物被分割了 是担保物被分割 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转让了 注意 这时候担保物权人 也就是债权人 可以就分割以后的 转让以后的物 照样可以行使担保物权 这话明白吗 这话说的就是 我马老师不是欠您一百万吗 所以当时出现了 我拿什么呢 我拿的是一部分动产 动产啊 比如说我拿我这个自己生产出来的一批产品 然后就抵押给您了 结果在抵押期间之内呢 我没还的情况下 我把其中一部分产品就卖掉了 结果到期呢 我马老师又还不上你这一百万 在还不上的时候 再一看呢 抵押物有一部分已经被我卖掉了 这时候您就可以就什么 就卖掉以后的物 您都可以有追溯的权利 您可以有追击的效力 知道吗 所以当时您在行使这权利时 您照样可以就已经转让出去的物 照样行使担保物权 完全可以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分析里面表现出来的 第三 主债权被分割或部分转让了 这使各个债权人 就他享有的这个份额 都能行使全部的担保物权 这句话理解吗 这句话就是主债权由一个人变成三个人了 说我是债务人 马老师 当时只借你假债权人的钱 我找您借了一百万 所以我当时就拿这个房子 就抵押给了您 看好了 结果在抵押期间 还没到期的情况下 您这债权人把一百万的债权 又转让给了一部分 转让两个人 转让给了乙 转让给了饼 你给他转让了三十万 给他转让了二十万 你自己还剩五十万 懂了吗 这就叫债权要么全部进行分割了 要么就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了 这种情况下 事后就出现 由一个债权人变成谁 三个债权人 那我事后我债务人 要还不清你们这些债权人的钱 怎么办 你们每一个债权人 都可以就这担保物的全部都可以行使担保物权 你们就可以按照自己拥有的份额来主张对房子的全部行使抵押权 所以他就叫物具有不可分心 好吗 所以这就是担保物权最大的一个特点 主要考虑到往往物具有不可分心 所以将来不管是债权发生了 转让变更了 还是说这个担保物被发生了分割转让了 都不影响担保物权的完整性 为什么 它是由不可分性所决定 好了 这就是担保物权中的第三个不可分 第四 主债务被分割或转移了 债务人自己如果提供物的担保的 债权人仍可以拿担保物的全部来履行债务 但如果物的担保是第三人提供的 没经人家担保人书面同意 人家就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了 所以这句话到我们后面讲抵押权的时候 就详细给大家讲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债务发生了转让了 跟刚才债权不一样 本来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债务人甲 他本身欠着人家债权人一百万 结果呢 在履行期间之内呢 债务人甲把欠的这一百万呢 有一部分转让给乙 转让给丙了 看见了吗 这个甲转让了他二十万 转让给他这个三十万 由一个债务人变成了三个债务人 注意 当时甲在欠这债权一百万时很重要 拿物来给这债做担保了 这时就要看这个物是谁的了 看到什么 如果当时在这个欠债权一百万的时候 物是债务人甲 是拿自己的物抵押给了债权人 那事后哪怕你这个债务已经分成三个人了 都已经变成三个人了 这时债权人要发现要钱的时候 他照样可以对这物的全部来行使 担保物权 还不上的他可以把这个整个这物拍卖用来抵债 原因是这物是债务人自己的 但如果出现这个甲在欠债权人一百万时 不是拿甲自己的物 他一开始担保的时候 他就让一个第三人 是拿他的物 给你的这笔债来做担保 抵押给了债权人 这时候的抵押物并不是假自己的 而是来自于第三人的 为什么 因为当初第三人 他愿意给你这一百万拿自己的东西 愿意给你做担保 知道吗 结果在旅行期间内 你这债务人好吗 又把这债务又分割成 转让给这俩人了 一定得经人家担保人同意 为什么 因为担保人也不愿意 给这两个债务人做担保呢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经第三人同意 他说你要是在转让过程中 你没有经人家担保人同意 你光经债权人同意没用 你只要没经人家担保人同意的 那么担保人对于转让出去的 这两个部分 人家就不用再承担担保责任 那就因为你债权这时 就不能对物的全部来主张权利 OK 所以这一块在我们后面抵押时 还会详细讲 总之什么叫物具有不可分性 这回清楚了吗 债权被分割了 变成了三个 债务被发生分割了 原则上来讲都不影响债权人 债权人都可以对这个物的全部来行使担保物权 所以他主要强调就是物的不可分割性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所以讲担保物权时 大家一定理解就行 不需要记 第一个 担保担保一定是给债做担保 所以它一定是具有从属关系 所以您签的那个担保合同一定是从合同 它得依附于什么 依附于债权 债权在 它就在 债权不在 它从属性 担保物权不在 所以这是第一个 带有从属性 第二个呢 它有负条件性 所以这种担保物权的形式 因为它仅仅是拿物来做担保 将来到期万一不能还债的时候 它才能够行事 所以它的负条件性 大方向一定是在发生 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 才会涉及到 有担保物权的变现问题 如果人家债务 顺顺顺顺顺顺顺 把钱就还你了 你根本就不能行事担保物权 是不是 因为这物本身就是人家的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负条件性的 这个大家把握好 对不对 第三个最主要性 具有不可分性 好好理解这不可分 不管是在旅行期间内 发生了只部分旅行也好 只旅行了一部分的这种情况也好 还是说债务已经进行了分割了 债务人变成多人了 债权人发生了 转让 债权人发生了 多人了 最终的结论是 都不影响这债权人 可以对物的多少 全部都可以行事担保物权 所以我们第一个 先把担保物权最基本的特点 把这些原理性的东西 先弄明白了 再具体活学活用在抵押 质押 流质上 好吗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首先先要清楚的 就是担保什么 物权 它主要具有的这几性 最后的最关键一性 就是优先收场 当你拥有担保物权时 你一定会优于其他 没有担保的那些债权人 优先收场 这就是物保最好的这个特点 因为它效率是最强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好好理解 没有一个被子 大家就尽可能的想例子 能理解了 能弄懂了 这就算完成任务 好了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好 好